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农会选举挑战蓝天 绿挫败 类似这样的一些报道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 现在呢 农会选举的改选 从地方 以及未来的全国农会的改选 已经在各地方 这个烟消灭十足 已经展开了一个大战 甚至呢 时日今日 还有所谓的会选 减调介入的这样的一些传闻 那过去就不可同日而已 过去的可能有黑枪 有黑道 黑金的这样一个笼罩的气氛之下 要了解 过去农会跟现今农会的改选 其实我今天请到了一位神人 他过去曾经 在全国农会担任 常务监事的这样一个角色 他是陈明仁先生 明仁你好 你好 光琴好 大家或许会问 陈明仁跟陈明文什么关系 其实是兄弟关系 但是他们对于政治的见解 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 有经常有不同的看法 明仁兄 我们就从这个本题来开始谈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跟我们叙述一下 为什么一个农会的改选 从地方到全国 所以我们讲到农与水利会 他从过往到现今 为什么争夺的这么激烈 其实要讲这个事情之前 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 这个农会 农会这个组织 农会这个组织 其实在全世界来讲 台湾的农会组织 算是相当相当优秀的 他在对于农民 在从生产到销售等等的这个照顾 在全世界 它是最有纪律 最有组织的 那么台湾的这个农会的发展起源 是在日记时代 日本人 日本人创立的 最早的 台湾最早的一个农会 其实是在台北县的三峡 三峡镇 所以第一个在 大概在一百二十几年前 这个台北的三峡 就有一个农民组合 这样子 就是台湾的这个农会的这种开始 后来 慢慢慢慢的就整 这个构定的各个乡镇 就开始发展出农会来 那么我们台湾 前省有三百五十几个乡镇 大概我们有三百二十几个 这个乡镇农会 那么这些乡镇 县市这个农会 那么这些农会 最主要的 它是有一些农会 为什么这个会 数字会比这个乡镇少 是有一些是地区农会 就是说比较边缘的地区 它的农业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比如说像三地乡的农会 它会几个三地乡 两个三个三地乡农会 成立一个 所以 那么农会最刚开始的时候 从日记时代开始 是为了照顾农民的这个 这个生产 然后后来到了这个 国民党政府的时候 开始这个发展这个农会组织的时候 那时候除了农会的这种生产之外 为了让农民的生产 免得中间剥削 所以那时候又受了供销部 来推展 让农民的生产的东西 直接就到了这个市场上去 那这可以避免中间的盘商的这种剥削 那么这两个生产到公销 之后后来发现 这个农会 自己没有独立住址的经济 所以他的财源上有一些问题 所以后来在民国六十年左右 政府又特准农会开办信用部 也就是说农会有农业金融 也就是说有农业的这个银行 这样子 类似银行 就基层的 就信和社的组织 就类似信和社的组织这样 那么这样子来 他对于那时候在民国六十年七十年的时候 政府一直在推销农民应该这种高经济价值的东西 因为台湾的这个工业发展起来之后 农民相对是弱势 他赚的钱少了 那么要让农民的这个赚的钱能够多的话 就希望说他能够推广他做高经济作物 甚至养殖一业 养殖业都一样 让这养鸡养鸭养鹅 或者养鱼这些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对农民来讲都需要高 很高的这个成本 他不是他能够负担的 所以成立信用部就是让农民要在生产成本的上 我可以跟农会借钱 然后农会可以提供农民的这个成本 然后让他等到你说成 你把这个这个种的东西养的东西卖出去的 你再来还农会的钱 那么这一套组织呢 其实台湾这一套组织其实是学着这个日本的 那么这一套组织在台湾日本韩国呢 这个都是这三个国家其实花园地都是日本的 包括韩国也是 那这个是在全世界来讲农民组合里面呢 照顾农民最周到的一个组合 在这个台日韩三国来讲 那因为呢农会对农民的照顾 从生产到推销到你的成本上呢 都是受农会的限制 所以农会跟农民之间的关系呢 非常密切 而且区域又小 一个乡镇几万人而已 是 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来着来的话呢 这对农民来讲 农会就非常重要了 对他来讲 那我们确实过去呢 政府在这个建立了这个农会的时候 实际上真的呢 农会对农民有很好的这种照顾 但是农会的问题就出在说 他这种照顾呢 这个农会呢 其实在后来在这个早期跟后期呢 到了民国七十年左右呢 我们政府呢 那时候就感觉到说 本来农会是叫三级制 就是说由省县 省县市乡镇 这个三级这样子 那么在民国七十年以前啊 这个省这个农会呢 省农会呢 它是派员到各县市农会 由各县市农会呢 在控制了所有的这个 乡镇农会的业务 所以乡镇农会的经费 人员开销等等呢 都要报到县市农会 县市农会由省农会派出到县市农会的 这些代表 比如说他们的秘书会审查 简单的就在这个机关呢 由省农会派到县市农会的人呢 审查通过以后就回复了 那如果更复杂的话呢 这个公文呢 要送到省农会去 由省农会核准了以后才能够 所以比如说你这个你这个乡镇 以前这个乡镇呢 农会的这个薪资呢 是算点数的 你这一点一点呢 你要是两百块还是三百块 这要报到省农会去的 那省农会核准了以后 你这个才能这么花薪资啊 这员工的薪资 那你的人员 甚至你要盖个农会大楼 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报到省去 所以省对于这个县市农会 跟乡镇农会有很强的这个监控的力量 是 可是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呢 政府发现呢 这个农民有这么严密的这种组织的话 对于政府的政治的控制力呢 恐怕有不好的影响 是 所以就汇除到这个三极制的这种控制了 就变成各个农会就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 就变成这样两 这每一个都是单独的一个农会 那你管不到我 我也管不到你 对 各自为政 切割了 就切割了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转变 那第二个转变呢 更严重就是说 他把这个农民呢 跟这个农会就切割掉了 所以呢 我们以前呢 农民呢 你只要缴这个入会会 你就等于是这个股东一样 可是到了这个民国七几年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切割掉了 所以这个农民呢 就你是会也没有错 可是你不是股东 所以这样形成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的农会呢 变成是无子之物了 他赚的钱不需要去分配给这些农民了 但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呢 逼迫农会呢 你要去这个照顾农民这样 所以当这样子的 第一个三级农会被砍掉了 第二个呢 这个农民呢 就变成不是农会的这个股东了 就变成一个没有股东制 那这个农会呢 他所成立变成的呢 就是说他在管辖上呢 管理上呢 不像以前那么严格 所以呢 他就会发生了一些问题 那么还包括了最早呢 还没有做这两种严重切割之前呢 那个农会本来的选举 会发生比较 就本来就选举上就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比较少看到了 可是在民国六十几年 七十年 八十年之前 民国七十几年 八十年之前呢 这个就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台湾经济在发展的时候 那时候农会选举非常的激烈 好我们先这个休息一下 其实我今天是捞到饱了 我们请来的是一位对地方派系 对农会组织有这个历史严格 相当了解的一本活历史 我们等一下来谈谈就是说 在八十年代之前 长达二十年的时间 每一次遇到农会改选 都是有黑腔 有黑金 有相当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角逐 那时日今日呢 那何以就是说 绿营想要搬倒蓝天 其实是搬不过来的 其实从这个台北运销公司 农产运销公司 当时新潮流介入 当时我是打了个败仗回来 一直到现在地方农会改选 以及全国农会改选 其实包括农会 渔会水利会 又何以后来沦为 这个张荣辉家族 掌控的一片静软呢 其实这都是一个历史严格 跟我们现今 课证发展的一个现世 我们休息一下 这种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POP抢先报的节目现场 我是黄光琴 我今天邀请到了 一位特殊的人物 有请当事人 也是重磅评论集的 是陈明仁先生 陈明仁跟陈明文 是一对兄弟 陈明仁是哥哥 陈明仁现在还是所属的是 国民党系吧 我没有党 没有党了 已经退党了 那但是呢 陈明文他带枪投靠之后呢 他现在是隶属民进党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兄弟党一定在很多的观念上 或很多的这个立场上 都是一致的 可是事实上 是不然 但是 上阵亲兄弟嘛 好 那我们今天不是 重点放在陈明文 他这次的 绿营的里面的派系大战 或者是农会改革 他的这个招景的这个角色 我们今天是请陈明仁先生 来谈故事 其实他在一边 谈故事的过程当中 作为一个老记者 我是一边在记的 其实大家可能并不了解 也从来没有听过 陈明仁来跟我们讲故事 其实事实上 他过去对地方派系 每逢选举的时候 我都在听故事 有时候要上阵 要这个做评论 他是我一个 很长期的一个 咨询的一个对象 那今天来讲 农会的故事 我想请教明仁兄 就是说 现在地方农会 改选是先行嘛 未来是全国农会 渔会的这个选举 那很多人就认为说 为什么每一次选举这么激战 而且呢 他是跟未来的 县市长选举 甚至更低阶的这个选举 他其实是互相是联动的 所以长期以来 我们讲说 是不是国民党 以这个农与水利会 作为一个 他的一个基层庄教 以至于在选举增长了 这个无往不利 可是现在虽然版图 有点改变了 不晓得您怎么分析 互相的这个关联性 我想这个农会的选举 有两个特点 是跟一般选举不一样 那民进党在这两个选举上面 他相对是弱势的 第一个 因为农会对于农民的这种照顾 无尾不至 而且他地域非常小 所以他其实农会人员 跟这个农民之间 互相熟悉的程度 超过一般的 这个人民团体的组织 这非常 都非常亲切的 哪一个 哪一家 这个乡村农会的人 哪一家 哪一家农民 他现在在养鸡养鸭 然后他的这个猪 他的鸡 他的鸭 什么时候可以 这个上市去卖 什么东西 有些时候你不要去问那个农民 你就问农会说 陈明仁他们家的养的那个鸡 什么时候可以卖 他就跟他讲到下个月 农会就知道 因为他太 太这个大家太接近了 所以像他这么接近 这么 然后呢 这个照顾呢 这个 这个 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他这个地方的这种选举呢 一般就是缘故法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缘故 所以像民进党擅长以造势的东西呢 他到了农仪会的时候呢 就不行了 所以像农仪会水利会呢 他像这个过去 民进党的擅长造势的东西 到这边呢 都打不动了 然后第二个呢 农会的选举 其实是一种间接选举 所以一个间接选举呢 他就是有会员 那并不是所有的老百姓 农民都全部都是会员 那以前呢 就会规定说 一个一户呢 一户人家啦 只能够有一个会员 这样子而已 所以呢 一个农户才有一个会员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地方呢 有差不多五万人 五万的人口 那可是呢 农会的会员呢 也许只有三四千人而已 这样子 所以他的这个农会的会员并不多 但是由会员 再选会员代表 一般会员代表大概是 每一家农会 大概除非特别小的农会啦 大概都是61席 这样子啦 61席 然后会员代表呢 再选理事 还有监事 那么监事选完就没有了 然后理事呢 就会选 可以 理事呢 就会选理事长 就来主持理事会 那这个不是 这不重点 理事呢 可以选这个总案事 农会的核心呢 核心分子是总案事 并不是理事长 也不是理事 那整个农会的 所有的业务行政呢 等等呢 全部都是农会 这个总案事 所以过去长久以来呢 是由总案事呢 在抓这些这个理事 虽然是 刑事上是理事选总案事 可是呢 哪一个人要选 要当理事呢 总案事呢 这个总案事是从 会员代表选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呢 就开始在 就参与了 参与完了 选了会员代表以后 他认为他有这个 他能够这个 这个胜选的时候呢 他会把 他的这个理事的名单呢 会提出来 所以这些一般乡镇农会员 要当农会的理监事的人呢 他其实要去先跟 这个总案事做协调 总案事答应了 你才会有 如果总案事不答应的话呢 你要硬示出来的话 你没有像总案事 那么全面在整个乡镇里面 可以去控制这些 这个农会的会员 还有选出来的农会代表 你个人没有那么大的 这种力量 这样子的话呢 你要强行出来的话 你会选不上 然后第二个呢 在这个农会的这种选举里面呢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他是这样一层一层上来 间接选到最核心的是 那个是总案事 总案事 所以这就叫做间接选举 他并不像我们一般的普选啊 农民大家出来选总案事这样的 所以张那个 所谓的这个云林前县长啊 苏志芬 他一直号称 号召要直选 有可能办得到吗 直选其实这个 对于民进党不一定有利啦 因为除非 因为不是 农会是给会员 让会员选的嘛 那你直选的话 你那些会员 你的会员这个 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来选农会 是会员才能够参与农会的选举 所以我不晓得他想说要直选的时候 因为以他对地方政府的用了解 他们苏家两代啊 这参政 对 而且这在地方政府都非常深刻的 这样子会对民进党比较有利吗 我是怀疑 其实苏志芬他这一次也是全力督军 可是在云林县九个选情紧绷的乡镇市 民进党还是全军覆没了 那在这个一片的蓝天覆盖绿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跟这个过去的基本盘 其实没有什么动摇 那唯一非常拔尖的是对民进党来讲 是有胜算的 其实就是嘉义县嘛 其实名人跟名文都是出身这个嘉义县 所以在这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 像高雄旗山啊 是唯一旗山区是唯一翻盘的对绿营来讲 你如果再去点选从北到南 这个是非常激战 我们还是回归到刚刚留了一个伏笔 就是说现在的农会 其实跟过往其实很不一样 刚刚民进党讲在八十年代之前 哇那个二十年来 那个不管是地方农会选举或全国农会选举 他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甚至有黑枪啊黑金的这样的出现 怎么这么激烈跟我们讲点故事 因为因为这个农会呢 自以前在民国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 金融业是特许事业 那可是呢 在农会的这个选举上 农会的这个组织上呢 忽然间有一个金融业在那个地方 那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讲的话 要以前啊 民国六十年七十年 要去银行借钱的时候 要巴结银行到什么程度 那忽然间呢 自己可以选一个总干事出来 然后这个总干事呢 可以操控呢 那你要借钱的这种 这种核准的这种权利 所以农会呢 在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了农民呢 这个在这个对资金需求 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比那一般的农会 因为我们的一般的农民呢 没有办法去跟这个银行借钱 因为你农民啊 你的营业有小 你的这个 你的信用不一定很好 然后你的资产也不是很值钱 所以要去跟银行借钱不太容易 可是呢 他们发现呢 这个农会的信用部呢 可以直接提供他们有需要的钱 所以呢 然后第二个呢 农会因为呢 它是由这个会员选举开始 所以呢 这个农会的这个总干事呢 它必须从会员开始就开始布装 那这个布装呢 布装完了之后 布装完成之后 它能够选出大多数 过半的这个会员代表 过半的会员代表 然后他才能够选出这个理事 然后他保证他总干事可以继续再干这样子 所以他就会在这个整个乡镇呢 过地布局这样子 那么一般的政治人物呢 如果为了要选举 不管你要选议员 选乡镇长 或者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县市长都一样啊 你就会发现呢 各个乡镇的这个农会的这些布装呢 对他们来讲非常好用的 而且关系都非常深 农会这个一般的我们布装呢 就是帮你服务而已 可是呢 这个农会呢 对于这个会员呢 的这种 总干事对会员的这种照顾呢 是对你生活 你的生计上的这种照顾 更贴切 更那个 所以 对于来讲的话 农会的这个 总干事的布装呢 对于选举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 可以来借用的啦 所以我们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到民国七十几年之中间啊 就特别在 代表性在民国七十年以后 到八十年之间啊 那时候啊 台湾有那个十大枪击要犯 几乎没有一个十大枪击要犯 不受入这个台湾的这个 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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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其实我今天也是听到 就十大枪击要犯 跟农会改选是有关 我们休息一下 今天这个广告 马上继续来谈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黄光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POP抢先报的节目现场 哦 我是黄光晴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 前农会的常务监事 这个是非常资深的一个职称 哦 我邀请的是陈命仁先生 他刚跟我们说 农会的严格 跟这个地方 他们过去在八零年代之前 他们到底是呈现什么状况 那我这边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系列 其实我们明天跟下个礼拜 我们来继续延续这个话题 其实农会的选举 包括地方 包括全国县的选举 他其实跟县市长 或者几大选举 他是有相互为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这边请教这个名人兄了 为什么连这个高雄 我们最近引发一个话题 就是说陈局当然是支持他的子弟兵 刘世芳 未来选这个高雄市长 为什么他们要早先在这次农会基层改选的时候 他们就要跟高雄白派 就王静明所属的派系 他们的农会总干事的肖瀚俊系统 先做一个合作 或者我们讲条件交换 以至于未来刘世芳选举 这个农会的系统会支持刘世芳 这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想这个农会 这个他跟县市政府的关系 不像外面看到的那么截然的划分 比如说 并不是国民党的这个农会总干事 他就一定不会支持民进党的 这个县市长的候选人 不一定是这样子 我们给这个高雄来讲的话 旧的高雄县 现在都已经变成高雄市 旧的高雄县 原来是派系的天下 红派 黑派 白派 那么其中白派的代表人物 现在都知道的就是这个王金平 那么白派他就是农会派 那这个农会派 他们早期分成三派的时候 白派占有的这个农会的这个比例就比较高 地位一直在高升 那肖安俊当然是白派的 那白派他当然是国民党的 可是为什么陈局要支持他 那很简单 是因为肖安俊老早在选举的时候已经投靠陈局 就是在陈局他历次选举的时候 他其实就以仗将的一个势力了 所以早就有合作关系了 所以陈局要起身之前 他要培养这个刘世芳接棒的话 他要把这个资源挹注给刘世芳 那当然了 那以后如果是刘世芳来接棒 要来选的话 这个很顺理成章就可以了 而且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实际上 国民党知道说 他现在在高雄市要找出一个战将来对抗民进党 几乎都没有了 那如果是没有的话 你想一想 肖安俊我的考是市长在帮我打的 那我的国民党已经没有人可以出来打仗了 那我不靠到民进党这边 难道我等着民进党把我的成绩打烂吗 所以只要刘世芳有这个 有能够就在民进党的党内内能够出现的话 那他要接收了陈菊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融会系统 是没有问题的 对这明然说你讲到这边 如果我是陈其迈 如果我是管碧琳 我如果是那个林黛化的话 还有这个赵天玲的话 我一定觉得不公平嘛 就是陈菊他的动向 如果资源全部意图给刘世芳 那我没有啊 所以管碧琳他在联署上也爆料啊 就点破这一点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站在陈明文 他总管整个绿营 要光复或说拿回这个所谓三分之一 农会的版图 如果这些这个直辖市市长这么洞见观察 尤其是台南跟高雄 他们掌握的这个政治资源 在农会这一块是全国性来讲 他们是最大两个部分 那如果让陈明文单枪匹马 而没有获得这些派系或者是说地方的这个首长的这个资源 独目难以知天啊 所以这两个问题一直是民进党他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真相 不是吗 没有错啦 其实陈明文是在代表这个党中央在做这个险队会的这个工作嘛 对 可是呢 你要不要忘掉前省有三百二十几个农会啊 是 有三百二十几个农会在选举 民进党党中央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三百二十几个农会的选举 他一定要分工合作分到县市政府去 没错 那县市政府呢 刚好呢 他有一个农会辅导科 专门在辅导农会的 在考核农会的 所以他有那个人员 他有那个权利 所以农会呢 一定会靠到这个 县市首长 因为考核是他们评的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像云林来讲的话呢 云林呢 其实呢 在这个 张农会呢 是接收云林的灵系的 灵系的这种力量 那灵系的力量 张农会接刚开始当农会的时候 当县长的时候呢 在前时 云林二十三个乡镇里面呢 他其实呢 他的 他能够掌握的这个乡镇农会呢 大概将近一半 差不多十二个左右而已 可能不到十二个 可是他的第一任当晚之后呢 要连任的时候 就在连任之前呢 就农会改选了 农会改选的时候呢 那一次呢 他因为他是县市长 所以那一次他 掌握到二十三个乡镇的 二十个乡镇 就绝对多数都是他的 绝对多数了 都是他的 所以 这个 这个像这一次呢 这个 李静雄在当县长 那那个 舒志芬呢 说要 要讨回这个 师徒 在云林县 那没有成功 那很简单嘛 那是什么道理 这个县长跟这个 舒志芬之间的关系 大概有裂痕 是是县长没有权力支持 对 我在别的议题上面 我曾经听过 他们地方的 也是现在中央当首长的人 他说 李静雄 称呼这个舒志芬 都说 那个女士 中间的确 那如果按照这样讲 我们常讲说 在选举 不管是 台北市 或者说在 全国性的县市 在直辖市 整个都已经被 这个绿营拿走了 几乎啦 在国会也是多数 绿营是多数 那何以在县市长 跟农会的 这样的一个连结度 上面 没有发挥 就是说蓝天 变回绿地 或者说他们整个 跟他们扬言的 超过三分之一的 这个版图呢 难道做不到吗 照理说 逻辑性上 是可以做到的 他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不是 不是没有做到 也许做到了 你没有看到而已 就好像呢 他已经拿到 放在口袋里面 我没有逃出来 你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 这个要必须要细细地讲 就好像刚刚在讲 肖瀚俊一样 是 我不认为说 高雄市的农会 还在国民党的手中 我懂了 就是说肖瀚俊 跟陈菊之间结合 你说他是绿的 还是蓝的 对啊 对 所以 所以他有可能 其实已经 靠到 民进党这边 可是民进党还在那边 讲说 我要拿三分之一 你实际上已经 在各个这个县市所长的口袋里面加起来 都可怕都要超过一半了 哪有三分之一呢 所以问题就出在 就是说大家各取所需 就是说为自己的选战利益做盘算 或者说你下面交棒的这些利益做盘算 以至于大家都揣在口袋里嘛 私底下合纵连横 所以这些口袋不掏出来的时候 他就不会归给绿营来看 那 明仁兄 如果2020在选举内 怎么要掏出来 挹注小英总统吧 那个 应该会 可是 问题就出在这里 农会的人 他会靠到你这边来的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你在打我的成绩 如果你跟我打70文以下 我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我一定要靠到你这边来 可是问题就出在说 等到未来 未来我选完了 你要选了 如果就像高雄市一样 假设刘世翁出现了 或者陈基麦出现都可以了 小安静永远都不会跑 因为国民党没有人 如果国民党有一个强者 很强的人 我了解了 或者甚至是王近平自己要选 那他就不一定会支持 如果我老王我自己要选 我vs是陈菊 跟他的这个嫡系的话 那我何必把小安静这个资源 小安静自然会回去 自然会归队的 他们是老派系 然后就有那个几十年的交情 对问题就出在国民党在南部 失守没人了嘛 你拱手让人 好我们休息一下 那今天我要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POP抢先报的节目的现场 我是黄光晴 我过去是从事新闻工作 我是走采访 调查采访的这个路线 其实我埋了非常多的人脉 譬如说今天请到了陈明仁 我都叫他名人兄 他对地方派系 他对农会 对整个政治生态 他有相当的了解 刚明仁给我们揭露了 这个农会改选何以兵家必争 真的是让我们一听 这是第一次听 我们就有所了解 包括我一直都在记笔记 明仁兄 曾几何时 就是说大家有个印象 就是说张荣卫家族 不管是他过去的本人 不管他现在 全国农会的总干事张永诚 他媚婿 其实我也有联络张永诚先生 他说一切的发言 由张立善 由现任立委 他明天也会到我们节目中来 我做一系列的这样一个采访 就是说何以 大家会有个印象 包括农会 渔会 包括农田水利会 甚至张永诚先生 所挂名的省商会 现在全国商会 都是由张家班 这个所掌控 以至于从北农之战 这个新潮流气败政下来 到此刻为止 陈明文他要攻 其实也面临到非常多的问题 就是说以张荣卫家族 来盘踞的这个事 来分析的话 现在民进党面对了 什么样的对手 其实这个张荣卫 张荣卫会去参与这个农会的选举 或者是进一步参与到渔会 水利会 还有省商会的选举 它的起源其实是陈明文 拉荣他的 所以没有陈明文的话 张荣卫就绝对不会去参加这个选举 然后那个是在民国82年的时候 台湾省农会要选举的时候 那有一些纠纷 那这个有人就靠到这个 这个张荣卫那边去 希望借张荣卫的力量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这个选举的时候 常常会有黑道的力量介入 那张荣卫呢 这个可以提供保护这样子 所以很多 就大家就这个 就有人靠到那边去 然后在那个结婚当中 陈明文 因为那时候在当省医员 所以陈明文就跟张荣卫 因为他是 其实在那个之前 民国82年之前 他跟张荣卫已经有快20年的交情了 很小 小时候就是很好的交情 所以就张荣卫就开始参与了 在这一次82年之前 因为三级农会还存在的关系 所以省农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是政府非常重视的 可是82年那次 省农会的那个三级农会 那个旗带已经关系斩掉了 斩掉以后 可是 省需局化连省医会的这个系统 省需局化是在后来 在民国90年 民国82年那次的选举 已经省不能够管县市乡镇了 那么在这情况之下 大家有一个困难 就是说省太大了 那么大 没有一个人可以跑遍整个前省去选 这个省农会的这种选举这样子 那么第一个方面这个东西 就是陈明文 陈明文就第一次就到了这个前省 透过他的那个省议会的议员的这个系统 前省过地去招揽这些省农会的会员代表 然后在那次的选举里面 他陈明文的这个资源 也同时让张荣卫用 所以张荣卫从那次就知道说 我怎么样去控制前省的这个会员代表产生 由此以后 在这个之后 82年之后 84年的时候 省农会的总案是 这个 那个政信的总案是 他中间移到这个国民党去当党工了 要补选了 补选的时候张荣卫就提出他自己的人 叫做这个廖万军 廖万军出来选 所以廖万军出来选的时候 这个是第一次呢 正式的啦 就是说从头到尾 是由张荣卫自己来 涨盘来推的 所以他最早其实在84年的时候 省农会在选这个总案是 张荣卫就已经知道这个结窍 而往后呢 他就不需要陈明文帮忙了 他就自己建立起一个前省的系统来 自己可以去就这选举 所以省农会一直的选举 一直到现在为止 从本来是辅导廖万军 到现在来变成了这个张永诚 就变成都是 其实人脸人险呢 是有他家人有外人 可是呢 选举的全部都是张荣卫在操盘 那么 因为他操盘久了 所以呢 变成说 他跟里面的这个李监士等等呢 当你要连任的时候 你的这个利益啦 什么东西 他都会照顾到 所以他对于这个 这个 这些这个相关的人士的掌握就非常深 就是可以用蚕食金吞来形容啦 就是说慢慢的盘根错节 他的这个地基巩固了之后 就很难去破解了 那我最后想请教明文兄 给民进党一个建议吧 就是说 在这个他们想多次晋级 像每个都像晋级的鼓手 可是很难以回天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有没有破口 或者是说 采取一个 只有一个带枪投靠吗 就是说 化解这个张荣卫敌对 化敌一为友 会不会是一个办法 带枪投靠了 已经太多了 只是在没有把这个台面上这样子而已 就像好像 肖安俊 我们现在都可以肯定 他是带枪投靠了 对 可是呢 在民进党里面 没有把他 这个算计是民进党 对啊 没有数字化的话 没有办法量化 好像是 他好像还没有 可是实际我一直认为说 当你有这么多的县市 县市长的时候呢 我相信 这个 这个民进党的 这个可以掌握的 掌控的 透过各乡镇县市长 可以掌控的农会总案室内 应该已经超过一半以上 所以我们的媒体记者 或许看到表象 就是说如果大家 尤其绿营的这个直辖市市长 或县市首长有具有实力的 他们自己在农会 其实有这个经营的 他们把口袋里面的资源掏出来 那这样子经过量化的话 民进党就不会被媒体封为是挫败 而且是屡屡挫败 而不会将所有的责任都扛 这个压在这个陈明文一个人的头上 甚至跟他算账 甚至有引发所谓的放话 到底谁放话也不清楚 我们将在我们的节目中 继续延续 而且继续用这个深度 采访的方式 我们将进取农会跟选举关系的一个调查采访 我们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 持续来收听 今天非常感谢陈明仁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请收听连弯抢先报 以及由Danny主持的音乐123 谢谢听众朋友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制作人高培轩 企划制作张云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